雅各書第四章 雅各書第四章 十一節到十七節 雅各書第四章十一節到十七節 四章十一節 四章十一節 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的。十二節 十二節 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十三節 十四節 你們存,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裡住一年,做買賣得利。十四節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始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十五節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十六節 十七節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祂的罪了。阿們。 阿們。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謝神的帶領。 今天晚上,我們想繼續一起來學習雅各書第四章的第三段。 求神的靈繼續帶領我們。 雅各書第四章總共有十七節。 主題是當敬畏真神。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我們只有努力去做好自己所當盡的本分,我們才有可能跟神維持良好的關係。 才有可能蒙神的祝福和保守。 將來也有可能進天國得永生。 可見,敬畏神是我們在信仰靈修上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麼問題是,到底我們要怎樣做,才算是真的敬畏神呢? 。 雅各長老在這一章裡面指示我們三個要件。 第一個是第一節到第六節。 不可以與世俗為有啊。 因為與世俗為有的就是與神為敵啊。 甚至於稱為神嚴重的淫婦啊。 那麼這種人當然不可能敬畏神啊。 第二個要件是第七節到十一節啊。 就是當親近神。 不只是在犯錯的時候要一顆憂傷痛悔的心啊。 。 而且還要能夠真的痛感前非。 而且還要能夠真的痛感前非。 不但清潔自己的心啊。 。 而且還要清潔自己的手。 同時還要更進一步的凡事順服神。 。 用謙卑的態度服太大能的神大能的手下。 。 這樣相信神一定親近我們。 。 而且還會把我們升高。 。 因為我們的確是用實際的行動來敬畏祂。 。 那麼很感謝神有關第一個要件和第二個要件 我們都已經分別查考過了。 。 今天晚上我們繼續來學習第三個要件。 。 。 就是我們剛才所讀的從十一節到十七節的聖經。 。 主題是當尊重神。 。 首先我們請看詩篇一百零一篇。 。 請看詩篇一百零一篇。 。 第二節。 。 詩篇一百零一篇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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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你幾時到我這裡來呢? 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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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大卫做诗歌颂赞神的慈爱和公义。 同时他在神的面前立志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意思就是说他要用各种的方法来灵修他自己, 使自己达到完全的地步。 那么问题是他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这种完全的地步呢? 在这里大卫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要把神的道完全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实践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尤其是行在自己的家中, 意思就是从自己的家里做起。 把信仰确确实实地生活化。 这样才有办法真的达到完全。 同时也才能证明我们真的是在见卫神。 这样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维持良好啊。 因此今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 今天我们除了在灵修上必须要亲近神以外, 我们在生活上应该要更进一步来尊重神啊。 凡事要尊神为大。 请看真言第三章 请看真言第三章 第五节 真言三章五节 三章五节 你要专心仰赖神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第六节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静祂 他必指引你的路 第七节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神远离二世 这是我们信主的人 跟没有信主的人 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信主的人 因为他心中没有神 所以他凡事只认定他自己 只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而且常常自以为有智慧 又自己做夸口 那信主的人却不一样 信主的人因为他心中有神 所以他凡事都先认定神 求神指引他的道路 他绝对不敢依靠他自己 更不敢自以为有智慧 他只知道应该专心仰赖神 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保守跟祝福 同时也才能证明自己 真的是敬畏神的人远离二世 可见在生活上 凡事尊重神也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敬畏神另外一种 很具体的表现 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它 那么雅各长老有见于此 于是他从这个角度出发 很重肯的提出 我们在生活上要尊重神 绝对不可少的三件要事 第一件 请看回来雅各苏第四章 雅各苏第四章十一节跟十二节 四章十一节 弟兄们你们不可以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断人的十二节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第一点就是不可以批评论断弟兄 圣经里面常常勉励我们 要彼此劝勉 甚至要责备弟兄 但是圣经里面同时一再的禁止 我们不可以随便批评弟兄 那么到底是怎么说 怎么说怎么做才算是劝勉弟兄呢 那么到底又是怎么说怎么做才算是批评弟兄呢 这两者很容易让人混淆不清 甚至会让人是非颠倒 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把这两件事 要定义清楚 或许我们可以从五个面向来分辨 第一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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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勉 存心是出于爱 而批评的动机是出于恨 第二个对象 劝勉的对象是我们 就包括他自己 责备别人也责备自己 批评的对象是你 对方 只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 第三个事实 劝勉都是根据事实 实实在在 就是论事 而批评常常是 捏造出来的 不但是无中生有 而且会故意重伤 故意伤害 第四个标准 那劝勉完全是根据圣经 对任何人都一样 那批评常常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所以常常因人而异 第二个 目的也不一样 劝勉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人 挽回人 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要攻击人败坏人 由此可见 劝勉跟批评在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相近 都会提到别人的过失 但是这两者在实质上却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从这五个层面来分析 就比较容易了解 因此圣经里面一再地鼓励我们 我们要常常彼此劝勉 但是却严严警告我们不可以互相批评 因为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为什么呢 雅各长老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个理由 第一个好 就对象来说 因为我们所批评的对象 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 请看雅各书第三章 请看雅各书第三章 第九节 雅各书三章九节 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照的人 送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再请看真言十四章 真言十四章三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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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神的尊贵性 那这种尊贵性是与生俱来的 生下来就有 所以人人都应当尊重 因此就算是让一般人看不起的穷人 我们也不可以欺压他 就算是对我们很不好的敌人 我们也不可以咒诅他 因为他是神所造的人 那么既然是对一般人都这样啊 何况是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呢 我们更不可以恶待自己的弟兄 更不可以批评自己的弟兄 否则就是入墨造他的主啊 这种行为就是等于不尊重造他的神一样的 是神所不喜欢的 第二个理由 就标准来看 因为我们批评人的标准 常常不是根据神的道理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第八章 请看以赛亚书第八章 二十节 以赛亚书八章的二十节 人当以训回和法度为标准 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伏便 避不得见尘光 再请看哥林多后书 再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二十节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 今天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 就是神的道 这个标准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必须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 然后再用这种标准来看别人 那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啊 因为是用同一个标准 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哦 我们常常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更标准哦 然后用这种标准来衡量自己又衡量别人啊 结果变成宽以待己啦 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那里所说的 只看见弟兄眼中的小刺啊 却看不见自己眼前的凉目啊 那么这种做法不只败坏自己同时也败坏别人啊 而更糟糕的是这种做法对神来说等于是直接对神所听的标准挑战啊 不但自己不愿意顺服神的道理 而且还想用自己的标准来代替神的道理 然后用自己的道理来审判别人啊 难怪这种行为很严重啊 所以啊 各朝老在这里才很郑重的警告我们哦 说人如果批评弟兄论断弟兄 其实就等于是在批评律法论断律法 那么如果一个人敢批评律法 那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嘛 反而自己想当神啊 然后用自己的律法来审判人啊 难怪这种行为在神的眼中是一种罪行嘛 第三个理由 从资格来说 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毕竟都是一个人啊 是一个神所造的人而已啊 我们绝对不可能跟神同等啊 绝对没有资格来审判人啊 请看启示录二十章 请看启示录二十章 十一节 二十章十一节 这是当年使徒约翰所看见有关末日大审判的意象 当世界末日主耶稣在庭的时候 会有一个大审判哦 那谁来审判啊 当然是由神来审判啊 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有资格啊 所以使徒约翰当年在意象当中所看见的 那个白色大宝座只有一个 而那个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审判者 当然也只有一位哦 不可能有第二位啊 那这位就是神本身哦 因此雅各长老在这里才很肯定的说 说设立律法的只有一位 就是神 所以审判人的也只有一位 就是神 只有神才有能力能拯救人 也只有神才有权柄来审判人 灭人 所以你是谁呢 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的人而已啊 那请问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论断人、审判人呢 那根本没有啊 那么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那么胆大妄为的来批评论断人呢 以上这三个理由让我们了解批评弟兄的严重性哦 同时也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尊重神的 第二点哦 第二点哦 我们请看回来雅各书第四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 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十三节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十四节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十五节 你们只当说主做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十六节 现今你们建议张狂夸口 反正夸口都是恶的 第二点就是不可以张狂夸口 这也是信主的人跟没有信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这也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但是却非常重要 那在十三节里记载是一般没有信神的人 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说的话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要过生活 那么要生活就必须要做生意赚钱啊 尤其如果要想自己 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 生活得更好一点啊 那就需要努力赚更多钱啊 那怎么赚钱啊 那当然要有方法 尤其需要计划哦 同时还要能够把握住机会哦 要趁着能赚钱的时候 趕快到有钱赚或者容易赚钱的地方去赚钱啊 这是人之常情啊 只要有一点脑筋的人都会这样想啊 除非他是白痴那就没办法 否则的话不管是谁都会很有自信的这样说 今天或明天我要到某一个城去 要在那里住一年或两年 为了要做生意得力赚钱 那这是很名正言顺的事情啊 甚至于是非常上进的表现哦 有出息啊 从人来看 这是无可后悔的 但是问题是这种想法跟做法 只是以人为中心 没有把造我们的主 还有掌管我们生命的神包括在里面 换句话说这种做法跟想法 不但是不能够饮水思源啊 不能够想到那个根源 源头啊 这种做法没有想到那个源头啊 而且把最重要那个根源 那个源头给丢弃了不要了 那这一点从神来看就是一种罪哦 因为这表示他不敬畏神 而且还在神的面前至高至大 难怪亚克长老才会说啊 说这种人竟然敢在神的面前张狂夸口 凡是这样夸口的人都是恶的 因此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绝对不可以这样哦 我们请看耶利米苏 耶利米苏第十章 请看耶利米苏第十章 二十三节 耶利米苏第十章二十三节 神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了 虽然我们常常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但是我们要更知道 其实人的道路并不由得自己哦 就算是行路的人也没有办法定自己的脚步的 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知道 他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住自己的生命 更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掌管自己的死期 真的是这样吗 请看真言 十六章 请看真言十六章 第九节 真言十六章九节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神指引他的脚步 再请看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千放在怀里定是有神啊 没有错 人有聪明智慧 可以筹算自己的道路 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 这是好的 这是人的本分 但是人在计划的同时却必须了解到 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于神 所以摩世在人成熟在天啊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今天信主的人跟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他也知道要怎么计划 但是他绝对不夸口自己的计划 他只肯说主若愿意 我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的 这就叫做尊重神啊 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是算不得什么的人 他知道人的生命其实像云雾一样啊 出现一下子就不见啦 况且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请问我们夸口什么呢 什么都不能夸口的 而且也不应该夸口 第三点 我们再请看回来 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 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 四章十七节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啦 第三点就是要知善能行 不可以只单单不行恶而已哦 还要进一步努力去追求行善 如果知善而不行 那就是他的罪啦 你才能做得好 你才能做得好 他能做得好 他不做得好 那就是他的罪 要看他自己的罪 看他在罪 看我说 弥迦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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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迦书第八节 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今天嚴格的說,在這個宇宙當中,只有一位是善的。 就是我們所敬拜的這位真神啊。因此今天神是所有善事的源頭,神更是所有善事的標準。 而更重要的是,今天神造我們,祂向我們所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像祂一樣行善啊。 這樣才能夠得神的喜悅啦。這樣才能夠蒙神的祝福啦。 那這樣也才算是在尊重神啊。 才算是遵行神的旨意啊。 否則的話就等於是悖逆的神啊。 不聽從神的命令。 也不想討神喜歡啊。 難怪啊,各招老在這裡才會這樣說啊。 說之善而不行,這就是祂的罪啊。 那麼問題是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做傳,才算是追求行善啊。 啊。 啊,明家先生很具體的告訴我們。 第一個就是要行公義。 很公平。 完全按照真理。 第二個就是要好憐憫。 很有愛心。 第三個就是要心存謙卑。 對神要自卑。 對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第四個就是要與神同行。 遵行神的旨意。 願主的旨意成全就是啊。 而不是以自己的意思為重心。 那這些都是神向我們所要的善事喔。 也是我們今天在信仰上必須要努力追求長進的靈修功課啦。 我們必須要努力的去,在這些事上去下公路。 這樣我們才算是尊重神。 那以上這三點就是今天我們在生活上要尊重神, 絕對不可以少的三件要事。 好,最後來看薩摩爾記上。 請看薩摩爾記上第二章。 薩摩爾記上第二章。 三十節。 薩摩爾記上二章三十節。 二章三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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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神會把原本要賜給祂跟祂全家的職份拿掉呢?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們不尊重神。 不只他的兒子不尊重神。 連祭司以利本身也尊重自己的兒子過於尊重神。 結果熱身發怒啊。 給自己還有自己的家帶來很大的禍患。 成為我們的見解。 可見尊重神真的很重要。 這是我們要敬畏神在生活上絕對不可以少的具體表現。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永遠記住雅各長老的勸勉。 在言語上絕對不隨便亂批評弟兄。 在生活上也絕對不隨便張狂垮口。 在行為上能夠更竭力地追求行善。 讓我們用這些生活上的具體行動來尊重神。 這樣相信神一定會重看我們的。 神一定會把更重的職分更大的福分賜給我們。 讓我們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榮上加榮。 唱詩。 一百五十六首。 一百五十六首。 十六首。 一百五十六首。 谢谢观看